各位同学大家好 那我们接着跟大家来一起学习 Part B 个人所得税 Income Tax 以及NIC 那么当然这一章对我们大家来说 是通过考试非常重要的内容 我们也说了这一个大的部分 在我们的考试当中将会出现 最起码一个15分的这样的一个大题 在选择题里 Section A里面 我们说最起码应该也能出现 出现两道题目 是选择题在这块 所以这一章也是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也是在进入到这一章的 习题的讲解之前 我们也是先跟大家梳理一下 我们的这一章的知识点 在哪一些社会考试当中必考的内容 像第一个 Tax Status是我们考试一定会考到的 也就是说它最起码也是一个两分的题目 是关于一个个人 它是不是构成了UK的居民大使人 如果不构成的话 我们说它不需要考虑计算税的问题 如果构成的话 它才需要 那么当然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着 在某一个Tax Year当中 他一定会给你这个Tax Year的情况 因为其实每一个Tax Year 这个人的情况可能都是不一样的 那么会看到他在这居住的时间的长短 会看到他有多少个胎 会看到他很多的一些信息 好在呢我们说税率表会给到你 就是以前年度试啊 他成为UK大使人 他需要多少个胎啊 需要待多少天啊 这个会给你的 所以你一定要就会运用这个表 这个是在考试当中 我们说一定会考的 一道题 至少是一到二分的题目会考到你 第二个当然不用说了 这是整个那个15分的大题里面 会考到的 就是个人所得税的这个计算 第三个Person Lawrence一定会考 当然难一点的话 会考到Adjusted Person Lawrence 它是根据Adjusted Net Income当中来的 你要知道这个Adjusted Net Income 是怎么找到的 这个都是重点 再有呢就计算Tax Payable 那对于不同的三种类别 Non-Saving Saving和Dividends 我们怎么去找这个Payable Detection from Total Income 能够在Total Income当中 减掉的只有那两项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这两项是什么 Donation和Pension 我们说怎么都会考一个 Donation有几种 有哪些种类要很清楚 所以这张其实 我们会看到绝大部分都是重点 而且是最基本的考点 也不会特别的难 那么有些时候 甚至都是一种非常直接的题目 像选择题 它可能就在这直接出一道选择题 甚至有的时候 直接就出一个Adjusted PAH是多少 非常的简单 当然还有我们刚才讲了Pension的话 适合Donation 怎么都会考一个 Pension的机会会更大一些 因为Pension还有Annual Lawrence 对吧 Mirrored Couple和Family的这个 我们曾经说过在Section C的 Planning的那道 十分的题目 有可能会在这出题的 然后就是夫妻之间的这个问题 因为它还会结合着其他的税种 比如说个人所得税 夫妻之间会有一些筹划的问题 资本利得税还会有 那么遗产税也还会有 所以Married Couples 现在也会是Planning的那道题目里面 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 Loss Reliefs还好 今年我们说这个个人所得税的 这个Loss Reliefs呢 相对来说 因为它不像我们的企业所得税 会有变化 对吧 所以说它考的机会 相对来说会少一些 但是我们要知道怎么做 Partners也是至少会考一道题 两分的选择题里面 会出的更多一些 情况就这个几率会更大一点 那么当然也会在这个 Section C的那个 15分的大题里面 也会出现这个人可能是一个 Partner的情况 必考的 Nation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 不用说了 那么一定会出题的 有时候也会在Planning里面出现 因为Planning里面 如果涉及到什么了 涉及到说这个人 他选择一种什么样的 经营方式的话 就会涉及到NIC Self Assessment 和Payment of Tax by Individuals 其实我们在前一张 大的那个Administration 也讲了POA的问题 那什么时候交的问题 交晚了的话会有的利息的问题 Reduce POA的这些问题 还有交电子表格 还有这个纸质表格的 所有的这些时间的问题 Notification的问题 税务局来找到你的问题 税务局来罚款的问题 都会有 不一定会扛打购 好 那我们就来一个一个的看 第一个就是Tax Factor 大家需要掌握的 最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第一句话 就是你在判断它是与不是的时候 会有一个 Automatic Overseas Test 和Automatic UK Test 这两个是有顺序的 一定要先测Overseas Test 这个我们强调过很多遍 在考试当中也出现过很多次了 就是很多的时候 我们容易忘掉 就一定要先做Overseas Test 如果它一旦Overseas Test满足了 我们马上就是一个Non-Resident 不要再去看别的了 所以这是有顺序的 先要做Non-Resident Test 然后再去做UK Test 然后再去看Tax 难一点的题目 就会是在这个Tax上面 当然有时候难一点的题目 有一年就考到了 它其实第一就能判断出来 它是Non-Resident 就是家的问题 它在UK有没有家 而且是不是它唯一的一个家 就是它如果是唯一的家 就是Resident 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大家还有就是天数 我到底呆了多少天 一旦它呆的天数很短 就是它了 那就不用再往下看了 什么有没有家 这个问题都不用看 好那我们再来看到的 就是这个表 这个表示率表会给你的 不需要自己去记 但是我们说 那么在考试的时候 有可能会考 它说它最多能待多少天 是还是不是 也有可能会说 它最少都有几个胎 是还是不是 或者直接就问你 它是还是不是 就是三个维度都可以考 所以这个一定要记住 那么再有的就是这几个胎 需要记住五个 我们常见的胎 就是第一个是Family胎 有家人 第二个是有住处 第三个是Work胎 就是你的这个主要的工作在这 第四个就是90天去 前两个tax业当中 其中有一个either 是超过了90天 这就是我们说的90天胎 最近的考试出现它了 以前我们说 这个不容易考 但是最近的考试出现了country胎 就是这个人到处的travel 那么我们找哪 找他在哪一个country待的时间 是最长的 就是这个胎 那个最近的考试就出现了 这个人在UK 在所有的国家待的时候 UK待的是最长的 所以他满足了一个country胎 以前我们说 确实这几个胎 五个胎都反反复复考过很多次了 所以他其实还是会围绕着这个考 所以你对这些一定要很熟悉的 就是最近考试出现它了 以前考试出现的很少 以前考试都集中在前面几个上面 但最近出现了 就是因为前面都没有什么在考的了 只能把它也拿出来考了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胎的问题 那么再下来我们看到的就是 这个大的计算题 15分的那道大的计算题 那这道题目我们说 你就要按照我们的这个格式去写 那任何地方可能都会出现walking 比如说这是walking一做出来的 这是walking二做出来的 不管怎么样 你要一个一个的去找 那你在去看个人所得税的时候 我们说千万不要忘了 在做题目之前一定要画 那么2019年的 2019年的4月6号到2020年的4月6号 一定要把它画出来 为什么 因为我们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是根据这个tax以来 都是根据这个tax以来 要把它放到这个tax当中的 pension是收到的 房产性所得 现在又是收到的和支付的去算这个profits 对吧 所以我们说一定要看它 而且employment income 在看benefit的时候 又有什么问题 十二分之n的问题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tax月全享受了tax benefit 是不是中间来的 所以这些东西一定要很清楚 那么non-saving income包括trading income employment income pension income是考的很少 再就是property business income 有这个furnished holiday accommodation的 和non-furnished holiday accommodation的 这个考的相对来说会少一点 但是我们说 这个税法一定是这样的 它是有常规考点 但是它每一次的时候 它总会觉得说 前面都考了这么多 我是不是拿它来考一次 有可能 holiday accommodation 或者是这个furnished holiday lightings 简称叫FHL 那么这个不是说它不考 只是说它被考到的几率会很小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地方有变化 尤其是那个finance cost的变化 所以它被考到的几率大 不是说它不考 你赶上哪一次 它就会考到这 所以大家要对这些 又都非常的熟悉 熟悉我们说 当然要画终点的话 你要是真的有时间限制的话 那我们说一二四是最重要的 saving income 不用说也一定会考 dividend的也基本上每次都会出现 当然这两个是重点 total income 然后我们看减掉的 减掉我们说从total income 能减掉的就这两项 没有别的qualifying interest payment 它是什么 又是50分必须会的考点 你说它是一定会考吗 我不能搞成说它一定会考 但是它是最基本的考点 在什么情况下 要出现这个qualifying interest pay的 你借了这个long干什么了 这都是要出现的 reliefs就是我们说loss的这个问题 不一定 有时候出有时候就不出 得到net income 好 net income之后到 personal allowance之间 就会有一个adjusted net income 到personal allowance的 因为它会影响到 personal allowance的这个调整的 那这个怎么算出来的是 net income加上了谁 pension donation的那个gross的 pension是谁 PPS personal pension contribution donation是谁 give the aid donation 这都是非常常规的考点 太常规了 找到这个personal allowance 得到textable income 然后能够适用税率 去找text liability 再减掉两项 两个text reducer 一个是什么呀 一个就是marry ajer laurins的转给了他 一个就是什么 那个finance cost 关于谁的 关于property business income当中的那个mortgage 我们要还贷款的 那个利息的问题 这是两个减的 还有两个加的 一个是小孩的奶粉钱的问题 一个是什么 一个是做了pension 超过了annual allowance的问题 怎么都会出一个 这也是 怎么都会出一个 跑都跑不了 就是这些 所以个人所得税 你别看 所以我们为什么 要建议大家去做 先做个人所得税 才考试的那条题目 虽然它在最后面 但是我们建议它做 就是因为它太常规了 就是围绕着这些 繁华服务在 然后我们接着再来看 那这个现在payee的问题 考的也不是很多了 就是在源头扣掉的税 最后算出来income tax payable 算到这儿的很少了 基本上就是到这儿就结束了 基本上就是到这儿 结束了 大的templates一定要掌握好 然后我们就具体去看 non-saving employment income 我们看 在这儿考的最多的 就是收到的 对于谁就很麻烦 对于那个director 怎么去找他收到的 就很麻烦 平常员工没有这个问题 就是director 才会有这个问题 因为他的performance 往往是跟公司的业绩 挂在一起的 就会有说 我在公司 这个county结束了 之前就决定了 还是之后决定了 这次 所以这是考试的重点 是谁 是director 这是重点 employee 考的很少 employee 你就是intitled to 两十年找那个找 那么再有所有的 textable benefit 我们下面还会去看 一定会考一个 车也好 房子也好 怎么都会考 当然车会多点 因为什么车 今年的比例又发生了变化了 所以车又会考的稍微多一些 pension考的很少 都退休了 拿到了养老金 那你就该放进来算 你就放进来算 就行了 所以都是 不要忘了 我们都是要拿gross amount 减去allowable expenses of employment 能在employment当中 扣除的费用 真的是少之又少 最典型的 mile age allowance 对吧 就是那个mile age allowance MAA MAA 那就是我们要看 是从 是commuting的 我们说通勤费 就不能算 从家到客户那可以 从office到另一个office 这些都是可以的 这又是个松点 少之又少的 这一个简就是它 mile age allowance 所以这是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然后我们再来看 trading profits trading profits 它的调整self employment 它的TATP的调整 从会计利润 到我们的TATP的调整 是重点 不用说 企业所的税也会考 客人所的税也会考 但是一定会考的是什么 怎么把TATP 放到tax year当中 这是一定会考的 第一年怎么放 第二年actual business CYB business 第二年怎么找 找有没有endings endings往前数12月 能找到还是不能找到 就这些一定会考 一定会考 那我们说 adjusted profits 用的是全责发声制 这个来不用看 因为就是全责发声制 然后就是我们的 furnished holiday lightnings 就是说 因为它更像是一种trading 所以它用到的 就是trading的这一套 accrued 减去accrued 它用的是全责发声制 稍微注意点 它的condition 就是什么样的情况下 能够构成这个 furnished holiday lightning 加进旅馆的这个性质 要稍微的注意点 接着再来看到的是 non-saving income里面的 还有一个就是 今年我们说 很容易出现的 property business income 就是从那个 non-furnished holiday lightnings 来的那个 它用的是什么 cash basis 这是变化的 当然已经变化了 有两年了 那也会考 然后一定要看到的 这个cash basis 我们不是说了吗 又是tax year 所以是这个tax year 收到的和支付的 跟它属于哪个期间 都没有任何关系 考试又是重点 最关键的是 那个finance cost 对吧 那个finance cost 有多少可以作为 费用抵扣 剩下的 放到那个tax reducer里面 这也是重点 saving income 要知道哪些是exam的 然后比如说 government guilt的这些 这个是零税率的 还有这个national savings and investment 的certificates 是零税率的 这些都知道 就是在interest income当中 有什么 有零税率的需要 一定的记住 不一定考哪个 还有就是什么呀 还有就是我们会有 这个cool income的问题 就是你卖了这个债券 在这个tax地当中 我卖了一个债券 这个债券里面 有利息还是没有利息 你要把它拿出来 放在interest income当中 去计算 也是重点 叫cool income scheme 对吧 那么剩下的 都是正常征税的 正常征税 你就会算就行了 Davidson的不用看 拿来算就行了 他也没有啥好说的 就是Davidson的 然后exam income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s 我们说了 是基本上都会碰到的 你要知道 他最特殊的地方是什么 他里面的利息 股利都不争 个人所得税 把他的这个什么 卖掉了 资本利得税也不争 这都不争 但是IHT可要争 对吧 individual savings accounts 在这个人去世的时候 是属于他的asset 那asset就要来争银产税 所以这些都要很清楚 那么employment income 说考试的重点 是directors的工资 收到的怎么判断 时间点怎么判断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benefit 当然看他的时候 一定记住 有个十二分之N的 这个是在employment income当中 一定会考的 就是十二分之N 那你要exam income 肯定会考一个 哪个不知道 所有带数字的都要记住 我也不知道他要考哪个 但一定会考一个 living accommodation不用说了 有的时候也会考job related 那job related就是零呗 你要知道他的费用 能扣除的是百分之多少 也曾经考过 今年重点是车 又是这个车 因为这个车这个地方有变化 所以今年的重点是车 这些都是必须的会的 你不知道考不考 use of assets 包括transfer of used assets 哪个都是重点 只是说会有一些 相对来说更重要一些的 好 关于employment income当中 我们说再有到的一些重点 那就是什么呀 要注意的问题就是把它的 这都是收到的哈 这都是收到的 receive的工资 能够减掉的是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employee的 这个contribution into register的 occupational scheme 就是ops scheme contribution 直接减掉 自己做的那个ops scheme 它直接减掉 通过payroll的donation 直接减掉 这两个在考试当中 有时候都会说 有时候你怎么的都应该知道 是说可以减掉什么 剩下的bonus什么呀 commission什么的 这些都加进来 记住能减掉的都是这些 直接就从工资当中减掉 再有就是 attributable allowable expenses 能够扣除 从employment income当中 能够扣除的expense 太少了 就是mile age allowance 一定要知道 那就是从哪到哪的 这些travel taxable benefit 一定会考 考哪个 不知道 一定会考 那么看 attributable allowance allowable expenses 我们说那个travel的expense statutally approved mile age allowance 还会考到的就是 比如说AC的会费 可以考到 可以从employment income 当中减掉 就这些 它俩往往结合在一起考 就是先让你判断 哪些是travel expenses 然后再让你去算 那个mile age allowance 他俩会在一起考 好 再来看benefit exam就像我说 一定会考一个 一个或两个 考哪个我不知道 但是再数字的 可能会更多一些 leaning accommodation 那什么叫annual charge 要知道 一定都会有十二分之 我们强调过无数别 additional charge 当成本 或者是多少年以上的 要用market value成本 或者是market value 什么时候用market value 要知道 什么时候要用成本 要知道 超过七万五千磅 然后是乘上官方的利率 会考到的 所以这是accommodation 当然今年是不是会考 accommodation也不一定 因为今年车会重要一点 vehicle car benefit 是百分比怎么找到 根据二氧化碳排放量 二氧化碳排放量 又什么 就低不就高 往下找 比如说108找 105 102找100 就是这个意思 要往下找 不要往上找 然后就是lawn interest free的这个lawn 然后考的比较多的 还会是给咱们 当我们的本金 借的是一万块钱以下的话 就是就不用算了 然后其他的这些 除了车 除了房子 除了lawn的这些 其他的这些资产 正常20% 一定记住 这是全年的 又来了 考的再难一点的 就是使用过的 assets在做算数 选择题就有可能出 这里面还会出 sectionA的选择题 随便拿一个都能出来 一个考点 一定记住 今年对于车 有一点变化 所以车会考的 稍微多一点 property business profit 我们讲了 那么这个 这两年 它每一年 都会比较重要 就是因为这个 就是因为这个 expenses里面 有的那个finance cost 那它会有限额的限制 所有的这些 都是 rent receive的 和allowable expenses 是支付的 所以它用的是 收付实现 这也是它变化的地方 我们来看 special rule 关于interest的问题 那么interest的话 我们说它会受到 一定的限制 今年是多少 20%和75% 每一年都不一样 那你就不用管 去年是多少了 今年你就知道 20%可以从上面减 75%要拿到下面 作为一个tax reducer 减 重点 非常的重要 就是property business的 这个 我们finance 是for residential property 这个也要知道 这个也要知道 再有就是 又是了 approved male agent lawrence 也就是land law 在property business上 可以选择 它的公里数 去用male agent lawrence 去算一个抵减项目 不一定非得要看 它实际发生了多少 用这个也可以看 又回到了approved male agent lawrence 一万公里以下 一万公里以上的问题 那么再有呢 就是replacement of domestic items relief 就是我把这个房子 租出去的时候 换东西 我们换了个洗衣机 经常都说洗衣机换掉了 然后换回来 这个洗衣家烘干 烘干那部分不能用 只能用洗衣机的这部分 然后比如说原来没有家具 现在放了家具 这部分家具也不能放 就这些 rent room lighting 也有可能会考 就是那个7500块钱的 那个问题 一个room发出去了 就会有这些 bonish the holiday lighting 它是business 它更像是trading 你就记住它的性质就行了 那个需要知道的是 它的condition是什么 了解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 而前面的话会更重要一些 不是说它不重要 它考掉的很少 但是你没准哪一年 考官说 哎呀已经好长时间不考了 我拿出来考一下 也有可能 好 对于unincorporated business soul trader partner 一定会考 不用说 soul trader也好 还是partnership的 那个partner也好 一定会考 首先会考到的文字性的题目 集中在的就是batch soft trade 因为它要决定 我是要交IIT 还是要交CGT 老实要判断它是一个 处置资产 还是我们正常的一个交易 正常交易 我们就要放到trading里面 去交个人做的事 那么如果不是正常 就是判断出来 它是一个处置资产的话 那我们就要去交什么 CGT 交的事也不一样 然后就是从会计利润 到inna税所得的调整 再有一个文字性会考到的在这 就是它到底是一个employment 还是一个self employed 又会有那些判断 说我是跟这个公司 签了一个合同 那这个合同要求 我必须要按照 他指定的工作去工作 那么我还要享受假期 什么这些 更预示着它是一个employment 大家记住 我们的考试的趋向 趋向是什么 趋向都偏向他 为什么会偏向他 因为他交个人所得税 也找要交MIC也找要造 他不行 为什么 因为他交的是class4和class2MIC 他的个人所得税 也是到一定情况下 他才会有POA 不是正常的情况下 他都不用 他有的时候连POA都不需要 所以我们的税法 更prefer这个人 会变成一个employment 这是你只要这样串的就可以了 但是你要看具体的情况 题目怎么说的 再有就是cash business 考的不是特别多 相对来说会少一点 相对来说 那么对于cash business 往往就和他一块考的 就是这个fix rate expense 因为通常选择cash business的时候 我们对一些express 就可以用这个叫fix rate expense 又出来了moto car 跟MailA这儿 Lawrence是一样的 一万公里以下怎么办 一万公里以上怎么办 再就是business priminence 你家里面人在那住 那是按月算的 一个月一个人多少钱 扣掉多少钱 对吧 一个月两个人扣掉多少钱 三个人扣掉多少钱 这些都是需要记住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 从会计利润到 因拿税所得的调整 那么看一下 有调增有调减 调增最多的 一定会调增的 就是扯救 调减最多的 当然就是capital 它俩是一对 一定会有 再有就是 那些不是trading income 比如说interest income dividend的income 还有capital disapposal产生的gain 或者是loss 这些 然后要减掉的 最多的就是capital 很多的这些 两项调增 两项调减 一定会考 不用说 在这不考的话 企业所得税 也一定会考的 expandage not deductible capital lawrence 就是一个 要调减的一个项目 还有要调减的一个项目 就是什么呀 not credit in accounts 这是调增 不是适同销售 deam的sales 就是谁拿走的 就是我们的 收trader自己拿走的 这个 这个在考试当中 也比较常见 从这个 business把东西拿走了 或者怎么样 得到我们的 inna 所以这点 大家要注意 depreciation 是一定会考的 就是你看见的话 就是这最起码 0.5分就拿到手了 好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main example of disallowable expenditure 经常容易考到的 我们都列示在这了 它的原则就是 not exclusively for the 它的原则就是什么 holy and exclusively for the purpose of trade 只要不满足这个 就不可以扣 考的比较多的 against the public interest 罚款 什么这些就出现了 fraud倒还不多 它比较多一些 再有什么donation 政治现金 考的也比较多 不允许扣 考的也比较多 那么正常情况 让扣的是什么呀 small donation 给local bodies 得有education 或者是religious 或者是culture 这些特点 给你的business相关 上面都打着广告的 这种的 发个笔 赠送过什么东西 这些都可以 这俩 考这个可能会多点 调增的 政治现金的 不让扣 再有就是 entertainment和gift 一定会考 不用说 只是考哪个的问题 一定一定会考的 允许扣的 员工吃饭可以 business free sample 都可以 给其他人的 这个考的是最多的 几乎每一次都考 所以我们画四个重点 每一次几乎都会 就是什么 给出去的礼物 给别人的 得带着公司的 这个advertisement 的purpose 上面的有一个什么 标志 钱数要小于5000块钱 然后不能是 吃的喝的喝烟 这都不可以 所以这个考的是最多的 每次都会好 而且entertainment 现在还跟VAT 混在一起了 VAT我们再去讲VAT VAT的时候 又有净下税 可不可以抵扣的问题 所以这个地方是重点 再我们看 第四 imparement loss 这个是跟trade non-trade相关的 简直是不予预扣的 这个考的也非常的多 就是二氧化碳排放量 超过110克 是租来的车 要调增15% 也是几乎每一次都考 就是租的这个车 再有一个就是interest payable on law non-trade purpose 这个都考的不多 所以我们画重点符号的 这些都是基本上 每一次都会考到 还有就是我们的 soul trader 自己拿走的东西 都不让扣 不管他拿了什么 还有考的比较多的 就是付给他的工资 要拿走 再有就是给他家人的工资 看抄不抄标 抄标就不允许 不抄标就可以 就这些 总看personal use 拿走 personal expenses 拿走 全都不认 就行了 所以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从trading income当中 做到最大的调整 因为这个考的比较多 是因为什么 companate不调整 一定是soul trader 和partner 是不是才要做调整 好 那我们接着再往下看 那么刚才也讲到了 我们从 这个英大税所得额 已经调到了TATP 那就换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说TATP呢 它是在会计的 accounting period当中 period of account 都可以 那么它是在这个期间的 那可以是任何一个时间点 1月1号 12月31号 2月1号 1月31号 都是可以的 所以它就会面临的一个问题 我们要把它放到我的tax当中 也就是说 1920 我们要面临着放进去的问题 怎么放进来 这个在每次考试当中 也基本上一定会考 所以 那你看 这个UK taxation 它非常明显 很多的考检是必考的 它这个就是 那么看 我们讲过 first year 怎么找 用actual basis 就是找 离你最近的这个 3月5号就行了 反正你要把它找出来 然后这就叫actual basis 那么第二年的话 就要看了 对吧 第二年要看 有没有ending 在这个年 有ending的话 往前数 数不住 如果小于12月 怎么办 那就从头往后数 反正你要给我凑出来12个月 那如果往前数 能数出来12个月 那我们就找12个月 如果没有ending怎么办 没有ending就是 3月6号到4月5号 那所以 这个书是 基本上一定会考到的 因为有的时候会结合着 partnership去考 好 再来看第三年 第三年也是一样 那么通常情况下 它都是CYB的 或者是如果有ending的话 往前找12个月 就是这样的一个逻辑 四个月以后 基本上都是正常 都是CYB basis cation的时候 其实很简单 cation的时候 你就是看上一次 核算到什么时间 一直到最后 cation的这一天 就可以 所以这是我们会看到的 这个 怎么去把tax tatp 应当税所得 放在tax业当中 那这个是一定会跑到的 再来看 那么当然我们说 在学到了这个 tatp调整的时候 我们说特地调整过了 一个一项内容 就是什么 跟会计上的折旧 很类似的一个概念 但是它是税法上的折旧 就是capital lawrence capital lawrence 也一定会考 那么它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就是WDA和AIA 都会有十二分之N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的 contin period 或者是period 它不是12个月的话 我们是需要有一个 往上调或者往下调的 那么company 在这个地方又很特殊 company是怎么样 company它只有N小于12 它不可能让你大 N小于等于12 它不会让你大于12 因为如果大于的话 你就要去拆 所以我们看 这几种 我老人就要知道 尤其是 二氧化碳排放量 不同的车 它会是不同的 今年有一点点的变化 就是special rate 这个rate是6%了 不像以前 以前是另外一个 那么main pool是18 这些都需要记住 这是capital lawrence 当然capital lawrence 我们强调过 它有一个大的template 在所有的template当中 capital lawrence 计算的template 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里面一定要涉及到是说 它要有新增 新增还要有顺序 然后不同的池子 然后还会有处置 然后还要看balance 然后去看balance的大小 总之 这个template在所有的考试当中 我们说它是最重要的 那么还会有到的balancing charge balancing allowance balancing allowance balancing charge 一般如果只要是池子里面出现了这个负数的话 它都会有一个charge 但是balancing allowance不是 balancing allowance只是针对这个特殊的池子才会有 比如说SL的池子 比如说这个private use的assets的这个池子才会有 其他的情况下是不会有的 再有就是small balance 如果main pool和special rate pool里面 我们发现这个池子金额太少了 1000块钱以下我们也就不再往下算了 成18%还是成6%就不再这么做了 secession trade 这个曾经考过 而且现在也考的比较多一点 就是关于在就是不干了这一天 不管是company还是soul trader partner 记住它都没有任何的NIAWDAFA 什么都没有了 就是把所有的寄来的放进去 把所有的出具的放出去 然后看一下余额是多少 这个要注意一下 所以说这是这个secession的时候 那么再就有问题 就是short and long period of account 如果出现的counting period 或者是period and count 是小于 那或者长于12月的话 一定要有十二分之N的文 好 那么再来看profilmer 就是我们说非常重要的这个格式模板 那么刚开始一定新增的是 special rate pool里面的东西 然后private use assets 然后什么 18use 就是main pool里面的东西 然后当然还有sla sla是怎么回事 它是从main pool里拿出去 考试的时候要注意 如果有private use的这个assets的话 它单独成十字 那么而且能够claim的是business的部分 能够申请的 allowance是business partner 所以这个要知道 最后一个当然放了这个 这个会有low 然后它排放量的车 因为它直接就进到main pool里面去了 它不会享受AIA 就是eligible for AIA的和不eligible for AIA的 然后当然还会有 我们看做的disapposal disapposal要注意一下是取得什么值啊 procease和cost的那个d值 要找到这个d值 然后放到这个disapposal当中 然后算起来balance要看一下 是不是小于1000 如果是小于1000的话 那我们说直接就来top掉了 那当然如果大于1000的话 我们就6的就是6 18的就是18 正常是什么就是什么 那么business的部分 还可以claim private use assets的话 所以这点要很清楚 最后还有一个就是 二氧化碳排放量非常低的一个 FIA的东西车 百分之百减掉就行了 那最后不要忘了 是会把所有的余额都把它找到 为了什么 这是下一次的期出 下一年的期出 所以这个公式 这个template我们也讲了 是在整个考试当中 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必须要掌握的 再往下我们来看一下的 就是person lawrence person lawrence呢也是一样 那么需要知道的就是 person lawrence它会变的 在超过多少 十万磅的话 每超过两块钱的话 降一块钱 最后降到什么程度 降到零的程度 所以person lawrence调整的话 它会降成零的 那么它是根据谁来变的 它是根据net income 前面也要加一个A adjusted net income去看 那么justed net income 到底调了什么 减掉了两个gross 一个personal pension contribution 一个是什么 gip date donation 就这两个 这两个我们说一定会考一个的 只不过是考哪个的问题 就是pension donation 怎么都会考的 所以这也是重点 有的时候简单的题的时候 可能就不需要调的 有的时候难的题的话 可能就会出现一个调 那当然也有可能会出现 单独一个选择题就调它 都有可能 在下面看 Calculation of income tax payable 然后我们正常就是去算 这个个人所得税的这个税付 那么说要注意的问题呢 就是non-saving要先算 这个池子的 我们说这个警戒线 它会动的 在什么情况下会动 也要知道 又是gross pension contribution 这个personal 还有这个gip date donation 我们都要做gross的金额的话 它要上升的 PPS contribution 都是一样的 也是gross的金额 所以一定要知道 它们的影响是什么 都会动 net income也会随着它来变 所以这些都是重点 PA 它是deam的 to relieve 我们说personal honesty 要先给谁 要先给non-saving loss当然也要先给 这个non-saving 然后再是saving 然后再是dividend saving这个地方 有一个start rate的0% 要知道 就是5000块钱以下的 这个也经常考 选择题 会考到这样的一个选择题 那么一道题简单 那么一定是什么 其他的还没占上这5000的 就是那个non-saving 还没有占上这5000 如果已经都占上了的话 那肯定是用不上了 再有就是neo rate 办的要注意 你要判断它是一个 用1000的还是500的 是basic rate tax payer 还是additional rate tax payer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常规的考点 非常重要的一些考点 那么再下 dividend的不分人 2000块钱 它是每个人都会享受 所以这会会有一个什么 会有一个planning的问题 夫妻之间的这个planning的问题 那么再有道cru的income scheme 我们讲的是针对interest income的 saving income对吧 是买卖这个债券的时候 那么说这个债券我买了 或者是我在出支的时候 我会收到利息 那么收到的这个利息 是不是属于你这段时间的 那么就要从我的这个 收到的proceed当中 不是卖了这个债券吗 我收到的proceed当中 要挑出来一部分 利息的部分 那么也就是说 从上一次的支付日 到你持有的这段时间 其实就是holding period 对每一个人都是要这样的 你要看你的holding period 属于这段时间的这个利息 所以你也不用看是说 这个怎么去找这个 你就找你 上一次复习日 到你这一天 你hold了多少时间 你就拿出来利息 要放到saving income里面 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是考试 也基本上经常会考 有时候选择题会出一道 重点 都是重点 donation to charity 我们讲过了 对吧 donation to charity 就是有两种 一种是payroll gift donation 直接从employment income当中 减掉就可以了 那么再就是这个 gift aid scheme 正常情况下 你要知道它有三个影响 第一个影响 它支付的是net的 第二个影响 它会影响谁 它会adjusted net income 就是这个A 是要调的 第三个影响 就是什么呀 就是这个 basic rate band和 higher rate band 要上升gross的这个定额 就是你知道这些就可以了 而且它是没有限额的 basic rate是怎么给的 higher和additional rate 是tax failure是怎么给的 就是extended basic或者是higher rate band 好像升高就可以了 所以这三个地方的影响 一定要注意 passion也是这个影响 donation都是一样的 gift aid donation passion我们说两种 也是ops和pps 这个和 什么payroll donation的处理 是一样的 直接从employment income当中 减掉就可以了 personal pension contribution pps一样的 跟我们的gift aid 的donation也是三个影响 第一个支付的时候是进额 第二个net income调整的时候 要把它加上第三个 就是extended的 我们的这个basic rate和higher rate band 就这些 pansion可能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pansion有annual allowance 所以pansion会好的 会更多一点 那pansion的annual allowance 我们也说了 一个人每个每一年 2019一二零是四万块钱 这个需要在加上 以前年度带过来的 多长时间 三年以前年度三年带过来的 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 他要用fifo的basic 也就是他要先用 要有顺序的 这是有个order的 先用它 然后再用它 然后再用它 所以那么经常就会有问题 说我们最多做多少 不至于牺牲 或者是最多能做多少 最多能做多少 就把它价加在一起来加它 另外一个 今年的四万块钱会变的 也是它会下降 但是最多也就下降到一万块钱 也就是最多下降到一万块钱 不会再往下降 从四万annual allowance下降到 怎么变 也是每多两块钱 降一块钱 那超多少呢 超15万 那这个是adjusted income 它不是adjusted net income 它不是adjusted income 它是adjusted income 那么它也是降的话 最多也就是降到一万块钱 不会降成零的 所以这个要注意 选择题有可能会数 好 那么再一个就是adjusted income 是什么 employee的话 就是net income 再加上employee ops contribution 再加上employee的 pps contribution 和ops contribution 就行了 所以这个考的并不是特别多 没有我们刚才的 那个personal allowance的 那个考的更多 这个相对来说少一点 但是你要知道 它是什么就行了 然后再有就是annual allowance charge 我们在做那个大表的时候 就是个人所计算的时候 说我们有两项要加上 有两项要减料 对吧 一个加上的就是他 这个他就是什么 当我们今年做的passion contribution 超过了什么 超过了annual allowance的金额的话 那么超出的部分就要来 不能够享受tax relief 他就要一个additional annual allowance charge 怎么charge 很简单 他就做一个最上层倒进来的水一样 最上层一样 也就是说你有non-saving进来了 saving进来了 dividend进来了 最后带进来的就是这个超出的 annual allowance的这个charge 超出的部分 就是这样 那么再来看married couple之间 会出现planning的问题 我们说了对吧 很多的时候 那么十分的那道题 好像怎么会出 夫妻之间 首先夫妻之间就有一个manual 这个marriage allowance 就是person allowance可以给的 那么给出去 不是说简单的那个人的person allowance 增加 这个人的person allowance减少 不是这样的 是什么呢 给出去的这个人是减少的 但是接受的那个人 他实际上是享受了一个tax reducer 不是在这个person allowance 那个地方增加 而是在下面的计算 算出来tax liability的时候 我们要减掉一个项目 看两个减项目都学了 对吧 都试习了 一个就是他还记得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那个property business income里面会有的利息的 75% 也是在这儿的 所以这些要很熟悉 两个简项 这是初工的一个 那我们看tax charge calculated 1% 就是小孩的奶粉钱也出来了 这又出现了 刚才我们说两个减 有一个家已经找到了 对吧 有一个家就是那个annual allowance的一个charge 那这有一个家 就是小孩的这个奶粉钱 小孩的奶粉钱 我们说是什么呀 就是要看你们两个 你们两个最好都是 这个adjusted 那听看我们都不要超过5万块钱 如果你要超过的话 其中一个人超过就就要算了 不是两个人 选没有的选 就是两个人 只要一个人超了的话就要算 每超过100块钱 那你就要差着1% 那最终有可能会是什么呀 差着100% 那对于差着100%这个人 他有一个选择干什么 奶粉钱我就不要了 要不还得减 所以说 这是要不还要加上 要不还要charge 所以说他可以选择 完全就不要了 所以这是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两个家两个减 我们都学到了 刚才这是第二个家 这是第一个减 第二个减 然后第一个家刚才讲了 是什么 就是我们那个annual allowance charge 就是前面的这个 就这些 都是考试的重点 要多做几片题就好 Loss relief 对于我们individu来说 Loss relief并不是特别的重要 但是可能会出选择题 一道选择题 可能我们想也就是 最多二分的一个程度吧 也就二分这样的一个程度 那么看一下 对于established business 就是我们正常的这些经营的话 它会有三种relief 那三种relief呢 针对是trading loss 那么我们看 一个是set off against the total income 就是今年和今年的 total income去抵 当然还可以是 以前年度的 所以它会有一个 and and all的关系 对吧 我们曾经讲过 今年去年 去年 今年 单今年 单去年 这些四种选择 都是会有的 这是set off against the total income 那么它会出现什么问题 它会使我的person allowance 会被牺牲掉 所以这是 我们可能会看到的一些状况 对吧 再有一个就是carry forward against the future profit same business 这个考的很少 就是在到未来 那么再有一个就是against the chargeable gain 那么against the chargeable gain 一定要有个前提 就是当年的total income 已经减掉了 那就意味着 person allowance可能就会已经牺牲了 那这个就是against the chargeable gain 还可以抵几年的gain 我们看最大的 这个倒是选择题很容易出的 就是我们不是说了吗 你可以抵减你的total income 那么抵减total income的时候呢 是会取一个高值 那这个高值是什么 5万块钱和25%的total income 但是这个只针对当年 对去年不适用 对去年不适用 比如说我们说现在是1920 那我们说会有1819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说有trading income 这个时候在trading income这有数 这当然是零了 因为它是个loss嘛 对吧 那我们看 那还有other的一些income 那我们说只对这个是有25%的限额的 这个是没有限额 这个100% 所以要注意一下 对去年的话 因为什么 trading它本来就没有限额 可以全额的解决 只是对other income 是会有限制的 当然那1920本身自己的这个 那肯定也是25%的限制 和5万块钱 取一个高值 这个要注意一下 它取高不取低 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是老去找那个低 但这个不是 这个是取高 好 那我们接着再来看loss 如果是earlier 这个考虑就相对来说更少了 更多的我们说是今年 就是正常经营的时候产生的loss 这个是我们在刚刚开始经营的时候 投刚开始经营的四个tax year的时候会产生的loss 那这个时候的loss呢 我们说可以干嘛呢 可以允许这个against general income three years preceding the year of loss 那我们就说因为你前一段时间嘛 刚开始正常经营的时候是loss正常 所以我们说我可以carry back 那carry back的时候也是general income 就是说那些total income都可以抵 但是有一个basis是fifo的basis 先进先出发去做 decision的trade loss 最关键的一个考试可能会涉及到的 但是不多 我们说了这是难点但不是重点 是难点但不是重点 就是关于terminal loss怎么找 是指最后12个月的 最后12个月的话 那你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个12个月 它可能要可能会跨期的 那你就得把这部分找出来 这部分也得找出来 最后12个月的loss 要注意一下问题 而且它的经营题也正好又不是12个月 所以稍微难一点这个题 当然大家如果把我们 就是基础班的那个一道息题看明白 能够做对也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有更深入的了解 terminal loss也是我们说 proceeding three tax years 是lifo的basis 按照lifo basis去做 所以一个是fifo 一个是lifo 了解就可以了 我们说这个early loss和这个 这个decision loss呢 考的机会小一些 不是说不考 但是机会会小一些 partnership我们说了一定会有一道题 一定会有的 这个也是毋庸置于的 有的时候二分 这是必出的 那么partnership的话 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个问题 就是allocation的问题 怎么把我的profit和loss allocate到各个partner身上 这是最关键的 对吧 那么我们看 你要是allocate的时候 要注意先把那些工资啊 什么intress on capital 那些先分了 分完了之后 再去分 按百分比去分剩下的那些东西 唯独注意的 这些东西里面可能会有十二分之n 因为他不一定全额拿到工资 全年都拿到工资 注意下就可以了 那么再也会结合着谁考呢 就是新来的和走的 新来的就会有opening year入 走的那个就会有cc深入 就会这些 所以他会结合着 怎么把我们tattp 因为不是分下来了吗 就会有放在各自的tech界当中的一个问题 你就这也没有别的 结合在这一块考 所以patt那是不一定会考 只不过是说 他是单独出一个题目去考 还是说结合着opening year入去考 是这样 在有national insurance contribution 我们说这部分其实也是一定会考 但他相对来说比较简单 那你要知道的类型 clas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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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个p和s 一个是employee做的 一个是employee做的 class2和class4 针对的是谁 要知道 就是selfemployed 那我们再有的就是 有一个annual employment 的lawrence3000块钱 对于employer的 就是对于雇主来说 对他会有一个3000块钱的 这样的一个限制 当然这3000块钱 我们说对于一些特殊的 如果这个公司只有一个shareholder 一个director 就这一个人 公司也就是他一个人的 他也是他自己的 那我们说这个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下 那么我们考试考的最多的地方 现在也是在这地方会出planning 我们也讲过什么的planning 也就是说这个individual 他打算做一个business 那这个business model 要用什么样的model 我们是到底是一个 so trader的形式 还是一个partnership的形式 或者是一个company的形式 那么这是我们要经常注意的 你要知道说分别交什么样的税 这个是现在考试当中 也很容易出 当然有的题也非常的简单 第一个就是在选择题里面 直接就会让你去计算 这个nic是多少钱 那么不要忘了 它是按周算的 一年是52周 就这些 也没有什么特别难的地方 好 self assessment的 我们也是 其实第一个大的部分 我们已经看 就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 就是administration那部分的时候 已经有题考到这了 那我们还是再重新 还是再来过一遍 filing的时间 就是tech return什么时候去交 俩时间 一个是paper based的 一个是我们说这个纸质的表 一个是电子表格 那纸质表交的早 10月31号之前去交 这个end year结束了之后 那也就是说 像我们是2020 这个1920对吧 那也就是2020年的 10月31号之前去交 然后下面的呢 就是2021的1月31号之前去交 电子表格和纸质表格交的时间不一样 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POA POA考的比较多 我们前面其实也有题 看不看到了 对吧 POA 那POA交的是什么 交的是去年的 relevant amount 要怎么找到去年的relevant amount 但是也要知道是针对什么 要交POA 那capital gain tax 它就不交POA class 2都不交POA 只有income tax和什么 class 4才去交 这个 这个POA 所以一定要清楚两次POA和一次final pay 分别的时间都记着 我们这里面也列史出来了 那么 1月31号是这个年之内的 也就是说 比如说20 那就是2020年的 1月31号 然后是什么 然后就是2020年的7月31号 然后就是什么 2021年的1月31号做final pay 我们前面的题目已经跟大家讲 第一次交什么 第二次交什么 第三次交什么 然后你可以做reduce reduce就会出现问题 会charge利息 我们前面也有利息 涉及到了这块 好 POA 等于50%的relevant amount 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 可以不用做POA 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也知道 那就是 一个是说 我们去年的relevant amount 是低于1000块钱的 太低了 每次就交个几百块钱 也不用交了 再有一种情况 就是如果你在去年80%的所得 都是通过就是源头扣税的时候 都已经交了的话 比如像这种POA的形式 那我们今年也不用做POA 这个很容易出选择题 他会问你 下面的这些说法 哪些是正确的 那你就选出来就行了 说不用做POA的情况 选出来就行了 relevant amount 我们一定讲过 是用去年的 一定是去年的 去年的 去找这个relevant amount 而且只是income tax class 4 别的没有 好 那这些就是 我们给大家总结的 我们整个的 个人所得税的 一些主要的一些考点 那么其实大家 在做题的时候也是 先要来穿一点 我们的这个知识点 然后再去做题 我们的一个知识点 大家论对他们的 在这些论点 跟地方有能力 在那个知识点 就会ge上升 我们这个知识点 完全是有过的 优优这种 好 我们就有另外一样 这些论点